什么是谷歌广告中的自适应搜索 Responsive Text 这样子的一个广告类型呢 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由wordpress花园为大家提供的 谷歌关键字广告的一个视频教程 我转人Jack 在这课中我跟大家聊一聊 比较复杂的一个概念 就是Responsive Search 自定义搜索这个广告类型 在我们的谷歌广告的后台 这是我们一个测试的一个账号 它并不是真实数据 因为我们不想先花钱 我们先把它教程做出来 然后呢 在后台这方广告与附加信息的广告 这个板块中 你可以看到我们这里创建了几个广告 那么广告类型这里 注意了 有加大型文字广告 这个就是默认了我们这种静态广告 那么有一个叫做自适应搜索广告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编辑它一下 这个其实你会发现 它允许你添加很多标题 在那个加大型文字广告中是不允许的 为什么 这是因为 其实 这个自适应搜索广告呢 是谷歌广告中的一个 新的类型 它允许你添加多个这种不同的广告标题和描述 看描述 描述其实就还好 它还是四个 但是呢 根据你添加多的广告标题 让你不断的就是可以根据客户搜索的一些观念字 激活某些标题中的文字 然后让它显然的广告祖宗 就这个意思 那举个例子哦 也就是说我们当前 我们标题写了这么多个 那就是我们先给它简单 拿我们这个印度测量仪器这个东西来讲 我们当这个广告主要推叫做 work well hardness test 这个词 那么客户呢 这东西大概长得这样子 大概长得是跟这个一样 这叫做弱势印度计 就长这样子 那么我们客户呢 它会 它会有不同的这个搜索方式 然后再来描述这个机器 因为有的人 举个例子 有的人他可能说会搜 呃 rockwell hardness tester 这样子 那或者说他会直接这样搜 buy 这个是我们预判客户会搜的 那么有的人呢会搜 呃 有的人会这样搜 price 会问价格 或者说有的人会搜 呃 这样子 我把这个负账来 因为这个rockwell hardness 这个这个转业 testing machine 有人可以 呃 呃 呃 rockwell testing machine 这样子 有可能有人会这样搜 或者说 有人可能会搜 rockwell hardness 呃 或者说 rockwell tsttester factory 工厂 或者是这样子 反正就是我们要把客户搜索这个意图 呃 比如说 wholesaler 就是批发商诸如此类 这样意图把它都先写上去 呃 然后看一下 根据您广告选择素材这里 比如说for sale 这个词 我就把他绑住了 然后这里 跟他这个还很 很贴心的 帮你 把这个词给 就是这样子 主动添加 其实呢 他这里标题 就尽可能 尽可能写的多一点 会好一点 这样子 factory 我让你写的很多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 无论是客户搜 哪一种东西 他都可以 展现在这个广告 广告这个描述中 这样子 他跟一般的 我们比如说之前 那个文本呢 有什么不同呢 就是因为 他这个动态 显示广告的 并不是像之前 是静态的 所以他叫做 呃 看一下 他就自适应搜索广告嘛 就是可以通过 零需要输入多个标题 和多条广告描述 然后谷歌会将他 合并到广告中 系统会自动 组合 注意听啊 系统会自动组合 您提供的素材资源 因此确保 他们无论是单独使用 还是组合使用 都能行得通 就是因为 你今天 就要确保 你今天花式歌讲通的 添加的素材资源 较多时 更有可能 获得出色的广告效果 意思是说 你这里添加越多 你的广告效果就越不错 这样子 然后呢 实际上展现的最多 是三个标题 和两条广告描述 所以他会从这么多标题 然后展现三个 那我再给大家 比如说这里叫做 Digital Display Surface Rocovial Hardness Tester 就是数字展现 那我们比如说 这地方加一个 Digital Display Hardness H-A-R-D-N-A-S Tester 那果然超长的 又是这样子 Digital Display 然后呢 比如说 有的人可能会说 Rocovial Digital Display 这样子 都有可能 或者说 Digital Display Rocovial 诸如此类的 不纠结 然后呢 这个其实就是 你们也可以把它当作一个广告轮播 这样子 他就会把这些词 按照客户搜索的一些情况 让他选择展现在这个广告组中 当然应该能理解这什么意思吧 同时他不仅他有他不仅有这样的功能 他可以让你固定哪一些词是靠前的 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觉得这个词比较重要 Price嘛 因为这个突出了这个购物的那个倾向 所以我们决定想把它固定在标题的任意位置 他基本上是让所有人是放在任意位置 所以这里呢 每一个词都是任意位置选任意位置的一个展示 但是你可以固定某些人在 就在比如说第一个位置这样子 那比如说wholesale我们都会觉得这个词挺重要的 那么看不定在第一个 那么我们觉得 呃 gare your text today这个词不是那么重要 那么你可以把它第三个位置就这样子 那然后比如说save time and money 这个词也不是那么重要 因为他并不是我们我们这个产品相关的 把它放在第三个位置 诸如此类的 如果说你们放的话呢 他会自动的放在就是随意放这样子 他这里也推荐gear free code today 这个 大家觉得这个词重要吗 他这里讲说将一个标题或者广告内容描述 固定后他只能显在这个位置 这会阻止其他标题或广告内容显示在这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上显示 如果您希望在特定位置上显示某个标题或者广告描述 可以尝试将主要两或者三个广告表中的广告描述都固定在这个位置 这样子的话他们任何一个都可以在这个位置中显示了 就是你把两个同时都比如这两个固定在第一个位置 那么这样子的话第一个位置只是他们两个会相互竞争这样子 其实呢新手来讲 如果你不知道你今天词的转换力怎么样的话 你最好你也不要固定 比如说这个我反悔了 我觉得不要固定了 那么就选这个推荐这个就好了 对啊大家就不要就是徒生烦恼好不好 就真的不要徒生烦恼 当然给 your test today这个词 那他明显没什么价值来放第三个就好了 好的我们点击保存广告 把我们这个心情库做的这个自适应型广告组 把它在保存好到审核中 那么看一下这个加大型广告文字 这个其实就是默认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 比如说我们修改 这时候呢你可以看到你就没办法继续加新的标题了 这个就比较那个一点 比较死板一点 当然你说哪一种好 这个我我必须要很负责任 告诉大家说 并不是说自适应广告组一定比加大型广告组好 因为他涉及到一个谷歌的这个自动内部的一个AI计算算法 所以他有时候算比如说他算的不准确他可能会把一些比较呃表现 low performance表现力不行的词给放到呃放到这个广告标题中都有可能 因为你把很多控制权交给了谷歌广告嘛 但是但是呢我建议就是任何一个你的广告组呢都要有一个这个叫做自适应广告组 为什么因为这个可以提升你整个谷歌广告账户的这个得分 这里呢他这里想说让你广告显得更加独特点 这里你还是没有达到这个分数 当然你当前你的广告这个广告已经写的极佳了对不对 那么为什么我这里没达到这个独特的分数呢 我们看一下广告内容脑数建议 将这些素材根据您所达到的网址已经广告组中生成 就是输入您的广告描述已经达到上限 要添加那请移除一下现有的 那我们比如说 看下professional 那我们移除一个现有的吧广告描述 这一个移除 可以吗 这样移除了 然后呢 他为什么建议我做这个 我实在是不懂 那又刚移除 他这里让我再加回去 那比如说我看一下 supplier and manufacturer 哦这个词是来自我那个 这个词是这句话我记得是来自我的网站中的话 比如说你看他这地方空格的还没有还没有改 然后因为这个词是来自我们这个官方网站 回头的话我要改下这个这个地方空格这个要加一下 所以注意看谷歌广告是自动爬去你网上内容的我们点进去 然后呢这边把这个空格给 不加一下 然后点击保存 他的分数会高一点 如果说不会高的话 其实他我当前已经是几家了 只是现在已经是那个 呃 你看他因为我这里并没有完全用我的他给的那个词 那比如说我直接用这个吧 我直接用一个我把这个这个留着 把这个删掉把这句话删掉 然后呢我们其实从这里也可以 比如说 v-manufacture-harmonish-test就用这句话 这样子的话 然后我再删掉这个 换另外一个他这里建议的 我们他建议什么 他这里建议 get the best 其实他建议就用这一个或者他archive 我们用archive 这个其实这个archive 我们也说wordpress那个词 呃 wordpress网站生成的那个词 但是我们先保存吧 因为我为了优化在这里 我想希望他打勾这样子 但是呢 无论是你保存多少次 他都不会打勾的 因为 他的系统判断你还是缺一点 就是说 说到底就一个就一个重要点 就是你这里的广告描述 最好出现在你这个走路页中 你的首页 或者说你的对应的这个页面中 这样的话 他会认为你的广告描述会很高 就是你这里的这个描述呢 跟你的网页是有关联的 那我这里呢 就不慢慢改了 大家可以慢慢改 因为我这里有个有个错字 回头的话我们改好之后再说吧 好的 这一节课就是我们讲的 就是自适应广告的一个介绍 那你觉得这个广告学会了吗 如果不学会 还没学会到可以联系我们wordpress 我们也有帮助客户帮 代理这个托管 谷歌关键是广告的这个服务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这个网站上这里就可以了 然后呢 我们下一个课继续聊 告诉你怎么来更加聪明的 做这个谷歌关键是广告的一些设置 好 我们下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